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咱们的这个计算 咱们的计算 对呢咱们放过来 咱们的这个计算 计算是什么意思啊 计算太简单了 对不对 那就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 它就是个计算 但是你也别认为 只有加减乘除才叫计算 我就问同学们 排序叫不叫计算 叫不叫 我说了啊 把我给你十个数据 你给我排个顺序 这叫不叫计算 这也叫计算 对吧 咱们所有的计算 千万别意味着啊 只有加减乘除 这些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才叫计算 不是的啊 只要我们让我们的计算机 去执行一些操作 这都称之为叫计算 记住了 让我们的计算机 它执行一些操作 都称之为叫计算 称之为叫计算 哪怕一个最简单的 将数据什么呢 存储到文件中 这个也叫计算 只要它做这个操作了 你说老师 这叫啥计算呢 那把内存中的数据 写到文件中 这不就写磁盘吗 对不对 其实这也叫计算 你排序叫计算 你过滤 说老师这个数据 我不要了 这也叫计算 所以啊 只要你让计算机 去执行一些操论 它都叫计算 只不过我们 常规意义上的 这种计算 我们会认为啊 就是数学当中的 什么加减乘数 这样的计算 但是这个太笼统了 太简单了 咱们把这个范围呢 给它扩大一些 你只要想做一件事情 让计算机去做 那就叫计算 那既然叫计算的话 那这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分布式计算 为什么我们要 把计算做分布式呢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让 就是计算机的 这个计算 做分布式呢 大家想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计算 咱们先搞明白 是怎么回事 咱们再想想 什么叫分布式计算 为什么要做分布式计算 所以啊 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去说一下 如果是一加一 那是太简单了 对不对 根本就不需要分布式 单点就够了 但恰恰我说了 我们只要让计算机 做超轮的 就叫计算 那我刚才就给大家讲了 排序 它就叫计算 但是大家想 排序是依靠什么做的 想想 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吧 MARPOW排序 是依靠什么做的 是不是依靠内存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要把我的集合的数据 放到内存当中 用我们的CPU来执行 它的交换吧 对不对 我的MARPOW排序 是要交换的 交换顺序啊 对不对 那内存不可能交换吗 你得靠我们的计算机的CPU 来执行你的交换指令啊 把什么东西放什么位置啊 那这些操作 那就叫计算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要把我的集合中的数据 放在我们内存当中 我就问你 如果单一节点的内存 我放不下 怎么办 我当前的内存就一个G 但是我想把十个G的数据 做排序 怎么办 大家想 怎么办 你这时候会不会发现 单一的节点 就有点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啊 你要记录 为什么用分布式计算呢 很简单 就跟咱们前面讲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传输 是一个道理 是因为单G的情况下 单节点的情况下 支援有限 那他可能做不到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这就意味着 我们现在给他写上他 咱们叫他 咱们叫做File 咱们叫做File 然后呢 叫做File以后 把它给他一个 我们的这个黄色吧 咱们叫File行不行呢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 或者叫Date吧 别叫File 叫数据 然后呢 现在呢 干嘛呢 我就要什么呢 去做计算了 那这个计算呢 我要用我的加瓦迅机 去做计算 然后呢 把这个呢 用一个我们红色来表示一下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 你加瓦迅机 你是要申请资源 由CPU帮你做这个事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叫资源 那说的简单点 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加瓦迅机 要读取我们的Data 然后将Data呢 发给我的资源 去完成我们的计算操作 所以啊 我们数据的流传过程 应该是我的Data 先到我们的加瓦迅机 然后呢 我们的加瓦迅机呢 再把你的数据 给它发送到我们的CPU当中去 让它去完成我的计算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 就是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也就意味着 你必须都有数据 数据你得知道 第二个 你得有资源 计算 我们给它封装好 不是完事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问题就差下在于 你单节点当中的 这个进程加瓦迅机 资源可能不够丰富 怎么办 我需要分布式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的Data啊 就需要什么呢 改变一下套路了 什么套路呢 你的加瓦迅机 不能只有一个 你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我们的性能太低了 那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有多个 所以我需要有多个 加瓦迅机的进程 来帮助我一块来做计算 所以呢 我的资源也应该有多个 那所以我的箭头呢 就指向它 我们的箭头呢 就指向它就可以了 好 那我指向完成以后 我说了有多个呀 所以复制 复制完成以后 往这放 复制完成以后 往这放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Data啊 把这个呢 我们的箭头 咱们指向它 好 指向它以后 咱们放过来 咱们再给它放到这边 其实就可以了 别说我的数据呢 应该有多个我们的进程 利用咱们的资源 帮咱们做计算 所以说这就叫分布式计算 但是大家看这个图 就有问题了 什么有问题呢 我们前面的这个是好理解的 你把数据拿过来 咱们直接利用资源 做计算就行了 比方说利用我们的内存啊 利用CPU啊 来完成我的计算 很简单 很好理解 但是到了另外一个环境的情况下 那这个环境中 我的数据怎么能够让多个 节点中的多个 加瓦逊机进程来利用资源做计算呢 这个我怎么能够做到呢 如果老师那简单呢 你把数据发过去不就完事了吗 大家看看 如果我把咱们的数据发过来 把数据发过来 把数据发过来 然后能让他们去做计算 大家想 这对吗 如果按照我当前给大家画的这种图形的方式 你们觉得对不对 想一想 大家想这种方式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是不是不对啊 他为什么说这种方式不对呢 那是因为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把数据原封不动给他发的话 那这个跟单点有区别吗 他跟我当前的这个图有没有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大家想想 如果按照咱们当前这个图形的这种画法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会导致我其实同样的数据 计算了三遍呢 对不对 你把数据发给他 让他执行 你把数据发给他 让他执行 你把数据发给他 让他执行 那你不等同同样的数据计算了三遍吗 而且每一个节点上 不就等同一跟单点是一样的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这个咱们称之为叫单机 单机 咱们叫单机 好了 那这个我们就叫什么呢 叫分布式了 就叫分布式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按照咱们之前的实录 这种方式是不靠谱的 那不对 老师 那咱们不就应该这么做吗 我们说不能这么做 就是因为咱们需要 做计算 而且需要多个进程 帮咱们申请多个资源 来帮助我们做计算 那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点 什么关键点 什么关键点 是不是就不能把完整的数据发过来 那你不把完整的数据发过来 那你把什么发过来呢 应该把数据切分一下吧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分布式计算当中的核心是什么 是切分数据 咱们叫分布式计算的核心 是什么呢 是切分数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减小 咱们叫减小数据规模 恰恰因为你的数据太多了 我的单点资源去做计算太慢了 我才会利用咱们的多台节点去做计算 可是利用多台的话 那你的数据规模就得降低 降低以后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data 它叫data1 是我们黄色的其中一部分 它变小一些 我这里给它一个红色 或者给一个绿色来代替一下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是它的其中一部分 同道理我们的data2 它也是我们data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把颜色也给它标记一下 标记成这个颜色 把它变小一些 表示是一部分 同道理这个呢 我们叫data3 就是它 然后呢 把它呢 也给它什么呢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颜色呢 给它标记一下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1 2 3 是我们data室当中的数据 它们拆分成了三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发送到某个节点去执行 那你规模下降了 本身啊 数据量太多 我的单机啊 处理不过来 性能比较低 但是呢 你的数据规模少了 那我就能计算了 而且我的速度还比较快 那这不挺好的吗 所以啊 分布式计算的核心 就是切分数据 那减少数据的规模 但是我说到这儿 同学们想想 你们之前所学的分布式存储 和分布式数据传输呢 大家想想 你们之前所学的分布式存储 和分布式的消息传输 是怎么回事 咱们就来看HDFS的那个存储吧 它怎么回事啊 大家想一想 它会不会切分数据 会不会 一份文件太大了 它是不是也会切分 它也会切分 而且它切分以后 是不是也有副本的概念 对不对 更加安全可靠 所以说你会发现 只要跟分布式相关 其实都有一个切分的概念 只不过咱们计算 是把数据给它切分 那存储呢 就是把什么文件切分 因为咱们一般存储就存文件 尤其是HDFS 那我问你同学们 分布式消息传输呢 大家想想 想想 它是什么 老实 那分布式消息传输 那不就是传消息吗 对不对 但其实本质上 它也是切分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卡夫卡的时候 大家想想 我们是不是 是以主题的方式 去发送数据啊 然后呢 我们的主题 是不是分成了三个分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发数据 有的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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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消费的消费数据 是有的消费它 有的消费它 有的消费它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其实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 我们的topic 是不是个整体 是不是 那我整体当中 是不是分成了几个区 没错吧 我分成了几个区 这叫partition 这叫partition 我们的一 这个咱们叫partition二 对吧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 我就是把我的数据 分成了三个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topic 就是这一类的数据 我把这数据呢 分成了几个区 那不就是切分的意思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分布式 咱们的消费传输呢 其实它也是我们的切分 只不过这个不那么明显 但是呢 最起码它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啊 这个呢 需要给大家去说明一下 你理解理解 分布式计算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让咱们当前的数据 规模减少以后 让不同的进程 来处理不同的数据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个咱们 对不对 对不对